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菲卡与来访的希腊球队赛萨洛尼基 1比1战平 唯一一场决出胜负的比赛中 白俄罗斯球队鲍里索夫 2比3汉富和甲球队埃因霍恩 双方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29日打响 届时 两回合之间的胜者 将进军到本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的正赛 值得一提的是 在鲍里索夫与埃因霍恩的比赛中 大家又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老面孔 他就是先后效力于斯图加特 阿森纳和巴萨罗纳等球队的前白俄罗斯足球先生亚历山大赫莱布 本场比赛第65分钟 赫莱布在球队1比2落后的情况下替补出场 并在比赛第88分钟 利用对方门将的解为失误 打入班平比分的入球 进球后的赫莱布显得相当激动 要知道 他上一个正式比赛进球 还要追溯到三年前 当时白俄罗斯人还效力于吐超球队跟克勒比利吉 但可惜的是 埃因霍恩仅在一分钟之后就将比分反超 进球的正巧未曾短暂效力过阿森纳青年队的将19岁小将多伊尔马伦 最终 双方在比赛的剩余时间 以无力再改写比分 2比3的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 前枪手小将破坏了前枪手名将的好心情 埃因霍恩与鲍里索夫将于下周四 在菲利普大球场进行第二回合比赛 两回合之间的胜者将进军 2018到19赛季欧洲冠军联赛32强 而小组赛的抽签仪式将在8月30日进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